美国女星梅根·马克嫁入英国皇室 授封萨赛克死功绝夫人后 一举一动都是各界瞩目的焦点 堪称皇室最新话题人物 她虽然必须遵从皇室的各种规定 穿着打扮无法随心所欲 还是找到小小的自我空间 英国媒体注意到 梅根的裙子上常常有口袋 口袋一般是较少出现 在裙子与洋装上的设计 却是它展现本色的关键 英国美日邮报报道 女权人士一直不满 女性的服饰上缺乏口袋设计 或是女性必须随时提着包包 或是持着手拿包 好将零钱或一些必须携带的小物装在其中 如此一来增加了女性的负担 有时候更领约有种负权压托的意向 因为女性的衣服较少口袋 携带随身材物就很不方便 尽可能不带的结果 让女性出门在外金额 花费手笔不如男性 逐渐落序下风 很多女权主义者都乐见洋装 或裙子上多一些口袋 梅根在婚前就明确支持女权运动 这是她默默表达自己立场的做法 虽然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不喜欢女性穿裤装 但梅根若和夫婿哈利王子出席活动 没有奶奶在旁 也会选择穿裤装 理由显而易见 女性裤装上自然比裙子 和洋装更有机会有口袋 行为专家则认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